聽完惠池的故事 肅經有什麼感受 沒有 我常常覺得飲食障礙 真的跟你的心理狀態很有關係 我必須說像我們家 很多就是跟惠池一樣的size 我是我們家的mini 真的真的真的 同家家是他們家鼻孔最小的 是 沒有 那我覺得原因形成有很多 因為對我而言 你們是心情不好或壓力大吃對不對 你看我從小對我來講 心情好的時候慶祝要吃大餐對不對 對 心情不好的時候 紓壓是不是要吃大餐 對 是不是 合理 所以你有什麼時候不吃大餐呢 然後我也跟你們一樣 就是我們就是全家樂融融 一桌吃起來可能十幾個人 所以你那種吃飯帶來的愉悅感 還有就是趕快吃才不會被人拿走 所以這是從小養成這種回饋反應 就對我而言吃這件事情 他是開心要吃 不開心要吃 什麼時候都要吃 對 天生其實我們就是從這樣的心理 跟我們身體體質就是容易發胖 我說起來 如果你這樣講 我就蠻蠻高興我媽媽 因為我們小時候窮 自己種田 我小時候吃飯 你還說要吃飯 我都吃兩點多錢 都叫我們爸媽吃得多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我媽媽 我們自己種空心菜 燙空心菜 燙空心菜 燙的就是再弄一點醬油 炒空心菜 這個XXX的感覺是一樣的 然後空心菜湯 看有炸魚嗎 看有炸魚 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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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飯裡面還有放偽裝是菜飯 菜飯 吃的蠻健康的 看起來都點三四五行 結果裡面都空心菜 所以你就吃得很慢 而且你不會覺得吃飯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他們有些人就覺得 那吃飯只是解決 人必須活著的過程這樣 所以他不會很在意這件事 像我就是我一直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變成 你在意什麼 要好好吃飯這件事情 就是飯是不能隨便吃的 不然一定要好好吃它 所以一定是每餐 你講說這一菜一湯 這是飯嗎 要三菜一湯對不對 就是心理的 心理上 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然後你生理上 又沒有辦法克制 所以很容易就異胖體 所以剛才那種飲食障礙也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 我們我們的隔壁隔壁隔壁班 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女生 她那時候也是得了厭食症 你知道她走過去的時候 真的像一旅幽魂飄過去 非常非常非常瘦 而且生病了 非常瘦 然後就是頭髮就像你一樣 她就會變得很細很稀疏 然後非常的蒼白 到最後她沒有來上課 因為她真的很嚴重了 因為厭食症是會致命的 對 對 然後想說怎麼沒來上課 你確認受到二十八九公斤 對 因為受到他們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對他們而言 他們沒有辦法吃飯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精神疾病 精神的飲食障礙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隨便嘗試 接著因為我們講完 你就二十天吃好嗎 那個病人跟我說 所以以後聽到人家跟他說 吃XX變胖 他都跟人家說不會 XX瘦 對 然後他跟我說 可是他因為這樣之後 就是真的瘦下來了 他瘦了快七八公斤 結果後面他得到恐慌症 然後對 然後整個腸胃變得非常的糟 就是他之後連即使吃正餐 他吃一點點 他就開始會一直隔氣 一直一直打嗝 然後開始心悸 然後結果因為這樣子 又跑去看精神科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你在節食 或者是你在這個食物的減量的過程 你過猶不及 其實都還是會造成生理的受傷 衛食你需要用藥嗎 當時 後來有 後來因為 就是我本來想說先靠自己用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因為吃不下 所以我會看著大衛網的影片 因為我會覺得很羨慕別人可以吃 然後我想說看他們吃 我是不是會吃 因為他們那種吃東西 會有一個叫ASM 就是爐內高潮 然後沒有就是因為你的兔的反應 實在是太多了 那時候我記得我媽就是給我一堆東西吃 然後那時候看著番茄 然後因為番茄有味道 然後又比較涼 我那時候看著一顆三 給你番茄是要讓你 就是希望我可以至少吃下一些東西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只能吃水果 你驗食症之後 對對對 然後我就在那裡算一顆番茄三卡 我吃二十顆才六十卡 然後我就數一數就哭 因為我覺得怎麼樣都吃不到那天 需要的營養 然後後來就開始喝飲料 可是喝飲料 就是也是吐水 就是後來就有去看身心科 因為其實他確實是身心疾病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是看胃腸 然後醫生跟我說這就是看身心科 那那個身心科的病名是什麼 他那時候就說是憂鬱症 憂鬱症導致的 然後就是後來確實是這樣吃 就是在吃藥以後 然後再加上一直 因為那時候就會一直想要吃東西 一直想要吃東西 就是讓自己吃東西 就算吐了也吃 反正有吸收到就好 然後那時候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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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還有就是 因為胃食道逆流後來是慢性病 他就是會一直都 就是反而我就是定期要去檢查 然後肝也會變不好 也就是說他受過傷了 對對對 他已經 所以你要檢查 對 他沒有辦法回復原來的狀態 然後我到現在還有繼續吃那個 憂鬱症的藥 因為他就變成是 就是我就變成壓力很大的時候 要嘛就是會選擇吃東西 要嘛就是吃完以後 又會反射性吐出來 他就變成已經有一點是習慣了 所以就是就會一直失去了用藥 不然就會也會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後來想想 如果可以回去那時候就是不要吹吐 了解 不要吹吐 就真的去上營養科 因為後來去上營養科 我覺得營養科比較有用 就是比吹吐有用很多 學到什麼 學到因為我超喜歡吃火鍋 然後那時候學到就是 因為我本來以為就是去上營養科 他都會跟你說就吃水煮蛋跟雞胸肉 我想到那個人生就覺得很崩潰 但是後來他說我可以 我其實要每天吃火鍋也可以 他就說你就是一開始煮完 說那一鍋湯就喝那一碗 什麼都不要加 然後就先從菜開始吃 再吃肉 然後最後吃飯 其實最後那個飯是真的吃不下 但因為我胃受過傷 他就說我要反過來從肉開始吃 然後再吃菜 所以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其實每天都去吃火鍋 然後吃到讓自己可以接受這件事為止 然後還有就是早上的話 還是可以吃東西 因為我對豆漿過敏 就是不能喝豆漿 所以他有跟我說 那我可以取代喝一些燕麥奶之類的 所以整個用完以後 我覺得一天 因為那時候他就說 就是像我這個體重的話 蛋白只要吃到十四份 十四份很難吃到 你要吃十四份 十四份的蛋白質 蛋白質是要吃多少 就是一顆蛋大概一份 可是你不能 一份大概三根手指的面積 三根手指的什麼的 肉 肉的面積這樣子 要十四份 對 要十四份 十四份是有點多 這樣子大概三份 對 這樣子三份 其實牛排館 這樣子就算大塊了吧 但是對他剛開始要從厭食到 你要進入正常飲食 我們會循序漸進 然後後來是因為還要減肥嗎 所以就有這個 那很多耶 就我人生第一次減肥 吃到吃不下 覺得好想吐 因為吃太多 後來還有靠運動 我覺得其實讓腦內肥什麼之類的 真的是開心以後 就是這些東西都會變少 然後也會後來就是發現自己 有想要吐的傾向的時候 就會趕快讓自己先去睡覺 或者是休息一下 那你上了營養課之後 身體變健康了嗎 我覺得有變健康 雖然我現在看起來 沒什麼說服力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有變健康 比如說我在壓力很 你這樣講 我們不好意思接啊 對 現在是最近壓力有點大 然後又睡不著 但是會知道說 比如說在真的很餓很餓 想吃消夜的時候 以前我會去煮麵 然後現在我就是會打開 家裡看堅果 有沒有堅果可以吃 或者是說 有時候真的比較搞剛一點的時候 我會打開冰箱燙個青菜 然後再加個那種核桃油 很不錯啊 就是我覺得都會選擇比較健康 然後或者是吃肉 就是那個便利商店 其實有那個原味的雞胸肉 真的很想吃 我就去吃那個東西 那你現在各方面的數據怎麼樣 其實算我胖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的數據 除了體重以外都是正常的 神奇吧 就是我表姐瘦都不行 但是她的脂肪肝 跟她的膽固醇都很高 你看 這個就是我說的啊 黃月衰老師常常說一句話 她說你看我什麼都不挑食 我什麼也吃 結果你才有表姐健康 這個不吃那個也不吃 我其實剛剛聽到 我就聽到這邊我自己心裡面 就覺得說我可能沒有那種 下意識莫名的想吐啦 或者是說什麼很具體的厭食的 這些症狀 可是我現在飲食對我來講 其實有一點點困難 什麼叫困難 就是說有時候比方說 女兒可能不在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連吃東西的慾望都沒有 然後甚至我會覺得說時間到了 我今天好像沒吃什麼 那我是不是應該給自己 比方說做一點東西 還是說叫一點外送的 你有飢餓感嗎 其實沒有 很少 然後我就會去看看就是說 那我想吃什麼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我以前我是長期不吃牛羊 鵝鴨 因為那個味道對我來講是很不舒服 那妳還有剩豬可以吃 對 我還會 以前我還會吃雞跟豬 因為那至少是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變成我這一兩年來 我發現豬的那種味道 讓我覺得會不舒服 所以我連豬 你剛剛講說什麼雞 你可以雞胸肉 然後白白的這樣 我一聽我都 我反而覺得有點想吐的感覺 就是那個味道會讓我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幾乎 所有的肉我不能吃 然後蛋我一定要全熟的 如果不熟的 我也沒有辦法下咽 所以變成我有時候 我為什麼很困難 就是我看那些菜單 會就是覺得我不知道該吃什麼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算了就不要吃 我可能就很簡單的一杯豆漿 然後簡單的一點堅果 我就覺得OK了 我覺得肚子有裝東西就好了 劉醫師為什麼他沒有食慾 這種餓到最後 其實大腦就會自動的把你 對於食慾這件事情 會下降到最低 第二件事情 有時候再影響到生理的層次 就是他連你的活動度都會降低 所以有的人減肥減重到最後 他就不太想動 所以為什麼搞到最後 會符合憂鬱症的診斷 就這樣 他會變成精神動力學下降 然後本來喜歡的東西不喜歡 因為他整個 對於一些慾望的東西 整個都會降到最低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憂鬱症的診斷裡面 不管你是吃太多或吃太少 其實都算異常 體重的異常的增加 或異常的減重 也算是異常 什麼樣叫異常 異常就是說 你可能平常你睡六個小時 到七個小時 你忽然要報睡 睡到十二個小時 十個小時你都還覺得睡不飽 或者是有的人他變成 我睡很短感覺就很飽 對這種就算是異常 就跟你平常相比 你最愛吃什麼 可能也是飯 你會吃飯 南部人也吃飯 餃肉 差不多 不過我會吃的比較 會注意量 就是均衡 就是說 餃的部分最怕的就餃過頭 餃太多 肉手餃太多 可是很奇特的地方 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幾乎 就是反正沒有像人家 那一般什麼很多的澱粉 很多的肉類應該會瘦 我必須要講 其實在數字上面 是不會有變的 你不能再瘦了 對 我就很妙 那營養師在旁邊 他的體重就是 就是維持這樣 他不會突然就是 你沒有吃什麼不好瘦 也不會起來都不會 身體因為殘忍的就是說 你荷爾蒙變燒了 所以代謝變慢了 所以你跟以前吃一樣的東西 的時候你也不會瘦 但是你就是維持 他沒有什麼吃 對 但是他就 你吃東西跟以前差不多 正常應該說 你吃那麼少的時候 應該說 你應該體重會稍微下來 再吃更少又會再下來 可是因為他現在 年紀到一個地方 沒錯 我們的荷爾蒙變少了 對不對 那荷爾蒙變少 你看很多更年期以後的婦女 開始體重變重了 對啊 因為他代謝變慢 你應該要比吃 你原本年輕的時候 要再少一點點 對啊 你現在如果說 卡在那邊 你體重也不會下來啊 對啊 但是就是跟年紀 跟荷爾蒙的保護有關 所以你在 我們就說過了一個年紀之後 你不能吃多 你就會變胖 那為什麼他都沒食慾 我跟你講他這個方法 這個解決辦法 我們預前就很多啦 他沒有食慾 是因為他長期都是固定 在晚餐的時候吃 然後他有提到一個重點 他跟他女兒吃的時候 是OK的 對不對 對 就覺得有個伴 對 其實這個就解決方法 就是我們臨床上就會說 你要找一個伴 真的 不管是男生 女生都可以 男都會更好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你就是找一個飯友 就是說你白天的時候 如果都沒有人陪你吃飯 有的人他就不想吃嗎 真的要找一個就是說 以前就是說 以前你可以找個好同事 或是好朋友 跟你去吃 你才會變成回歸到 比較正常的飲食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算了